依然能够把对方的重心给控制住 力拳的打击呢 很少是横肿 或者是横拳 那么我们先从拳头开始说 我们经常见对方抱头防守 我们用横拳打击打不进去 如果我们用拳打的话 第一下它可能是能防住的 第二下很容易就捅进去 力拳更容易击打进去 拳好像已经格挡住对方 对方即使再打的话 你仰一仰 依然能够把对方的重心给控制住 对方打拳 你随时能再横起来 把它打开 然后反攻对方 但当你已经横着了 对方越过你的拳头 就打到你的脸了 所以竖着 是更好的 更安全的一种防守的姿势 大家好 我的新书实用行义拳出版了 讲述的是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之间的一些区别和联系 以及传统的武术有什么特点 是可以被现代搏击借鉴的 通过庞超老师的团队订购 会赠送长达80分钟的一个讲解视频 欢迎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内围之后 很多时候对方打前拳 我有时候没进去 对方在外层格挡住我们了 这个时候就要求你由横变竖 那么就会破坏对方的整个的重心 横和竖之间的切换 它是伴随着这个力量变化的 包括只有前拳也是 这个时候如果我想用后手去打击它 从侧面也是 对方顶住我是打不进去的 但是你由横变竖 这个力量就正好把对方的力量叫开 同时打击到对方身上去 所以他们两个的动作切换是有变化的 加微信 使用行义拼音 学习庞超老师课程 所以行义拳呢 并非也是没有竖线 没有横线 它在站三体式的时候竖线居多 但是呢 后手是横线居多 那么会员庄呢 是从两个横线 编习两个横线 钻拳呢 是由一个横线变成一个竖线 后手从横线变成竖线 所以它都是横竖结合的 那是芝麻的